大家好欢迎来到上海车展 我们从哪个展馆开始呢 就是从上汽集团的展馆开始 本土企业必须是第一个来看的 这整个展馆都是上汽集团的展馆 旗下所有品牌都在这里 我们就先从这个展馆开始看起 今年上汽集团有哪些车不容错过 今年上汽集团里边 奥迪作为上汽集团的第二个豪华品牌 没错上汽奥迪终于来了 而这台车奥迪A7L也是他们带来的第一个作品 这个是Addition One 就是首发版本 昨天发布会已经说了 1000台首发版本的车型 而且用的是专属的颜色 我特别想说的是轴距加长了10公分 而原本的4个无边框车门得以保留 车尾部分的造型也做了一些优化和修改 现在是不再是先辈版本的车型 而是标准的三箱车 尺寸很大的一台行政级三箱轿车 所以如果你希望再买一台非常棒的豪华品牌 轿车的话 A7L可以看一看 大众做电动化SUV真的快 ID4刚刚上市没多久 我们现在上期大战展台看到了ID6X 而在一期大战展台里面有ID6Cross 两台车差不多 只是前脸和车尾有一些细节的差异 但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是一台中型SUV 三排座 六座 七座版本都有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离地间隙 其实非常的低 有点像把SUV和MPV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明显是面向主流的电动车家用市场 它竞争对手会是谁呢 我觉得像蔚来ES8这样的车型 可能会成为它将来的主要竞争对手 所以你在将来选择一台尺寸大一些的电动SUV的时候 你除了可以去看造车新势力的产品 也可以看看大众这样传统企业做出来的新作品 如果你对于智能电动车感兴趣的话 今年上级通用的展台就这台凯拉克的Lyric概念车 应该来看一看 因为这是上级通用三个品牌里边 第一个完全采用全新的ATOM电动架构的一台概念车型 它基本上就是说明年上市的时候应该是有极高的还原度 这台车你看后视镜改改什么的 基本上就是量产车的一个水平 这台车的整个外观和内饰 包括它的全已经显示屏等等 这些还是非常不错的 10亿级的像素呈现效果 所以你会发现智能电动车时代电子化 而且这种高清的显示 还有这种独特的外观设计 都会成为智能电动车的一个 全新与普通传统车型的一个巨大的分水顶 关注这台车更多的介绍 关注我们的节目 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呈现 黄冠又回来了 在今年丰田展台 你能看到两台挂着黄冠标的车型 一台就是这个 黄冠路放 其实就是一汽丰田版的汉兰达 还有一台是威尔法 威尔法以前一直卖不过艾尔法 现在威尔法挂上黄冠标 是不是一定能卖得过艾尔法呢 卖一次绕口令对吧 但是今年如果你对黄冠有情怀的话 一定要来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展台看一看 现在东风日产的展台 他们今年的最重要的车型 就是我身后这台全新的齐骏 大家知道齐骏其实一直是家用车里边 很多用户非常喜爱的车型 而这次有什么变化呢 外观看上去更大气了 而且分体是炸灯 车内呢 表示电子挡把 还有就是什么 1.5T三缸的VC Turbo引擎 动力总成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换弹 CVT变用箱还是老的配方 好吧 关于这台车更多的信息 关注这车处 我现在是在坦克的展台 今年全新品牌的展台出现了 而且人特别多 你看到处都是人 这次两台车 一个是坦克700 一个是坦克800 坦克700呢 我是一台偏硬汉一点的车型 有点像坦克品牌的卫士一样的感觉 而坦克800呢 我本来以为那是一台 比方说领航员这样的车型 结果我发现 他们造了一台像库里南一样的车 真的是非常端庄感 旗舰车型 然后两台车都是采用了3.0T的V6发动机 配9AT变动箱 加一套混动系统 这套动力总成在同级别里面 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厉害了 好吧 我现在是在宝马展台 最火的车在哪里 就在当中 我已经挤不进去了 就是新的iX纯电SUV车型 这个车是一台中大型的SUV产品 怎么讲呢 你可以把理解为宝马X5的尺寸的纯电动版本 它的车内也是双连瓶的设计 但是那个瓶好像是用支架支起来的 整合感并没有奔驰什么这些品牌做的好 但我想说的是 依然有很多人喜欢它 你们觉得它这个进气格栓 换成树的双身进气格栓到底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留言告诉我们好吧 整个上海车展都逛完了 大家什么感觉 我有几个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今年的展馆秩序 包括媒体人的环境 包括各大展商的布局 我觉得都做到了非常极致的水准 虽然逛了一天车展很累 但是你并不觉得那种恼人的累 第二点什么 就是说今年的上海车展的主题叫拥抱变化 我觉得真的是在拥抱变化 无数的电动车品牌 无数的造车新势力 还有无数的跃跃欲试 进入这个行业的新的供应商 比如大江华卫这种 所以说大家发现电动车的出现 让整个的汽车行业智能化 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对于智能化电动车 对于将来的汽车生活感兴趣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今年的上海车展 因为这也是2021年 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 同样也是电动车时代 真正到来的时候